持灾就是过午不时,不非时时戒的精神就是不起贪心 一般人总以为持灾就是吃素 其实持灾和吃素是不一样的 吃素是以慈悲心为根本 持灾就是过午不时,是清静解脱,趋向涅寒的方法之一 佛陀志不非时时戒,目的就是要减少我们的贪心 人一接触外在沉浸,就容易起贪浊 所谓财涉明时岁,地狱五条根 心中执着分别,在财涉明时岁中 计较贪爱,易堕落,遭罪过 我们常常说持灾啊 持灾其实叫做过午不时 就是我们受八观灾的灾日啊 就过午不时,像唐朝的时候白居也受过八观灾 就提上这个过午不时,少是是好的 虽然过午不时啊,或者是日中一时 并不是佛陀他自己的创建发明 是早在印度古时候就有这样的一个说法 因为有一种信仰 叫做伯罗门,一种信仰 里面是说,一个月里面啊 又一次两次或几次 就这个搂着身 然后什么都不吃,什么都不喝 表示说干干净净地对着天啊 当然,在佛门一句的有清安 所以过午不时,人会清安 五脏会清凉 如果因为体弱而开源用药食 晚上进食之前 合掌春念南摩佛 南摩法 南摩生 南摩大致文殊实力菩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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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赐弟子,方便药食 这样午后吃东西就没有罪过 是清净的 但人要注意,不可以起贪心 这是不非实时界的根本精神 十方新闻记者 蓝依荣台北采访报道